今年5月 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 并恢复一系列对一经济和金融制裁 第一批制裁定于本月6号 也就是明天生效 伊朗航公司赶在今天的最后关头 从法裔合资的ATR飞机制造公司接收5架新客机 以避免制裁带来的影响 此外 针对伊朗能源行业的制裁将于11月恢复 美国威胁称 要封杀伊朗石油出口 伊朗军方则多次警告美国不要碰触红线 否则将封锁霍尔木斯海峡 分析认为全面封锁海峡可能激起伊美大规模的冲突 并令伊朗丧失国际舆论的支持 德黑兰可能在相关水域是情况采取不同级别的措施 比如加强通航检查等